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轉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你要普及的话 首先第一年肯定得有足够的网络速度 第二年肯定得有足够足够的流量 你看一天就一个G就没了 所以说在这种 质量条件限制 在3G时代肯定是很大的 但是在现在 大家一是觉得流荡性 不是很贵 二是手机的速度也足够不快 然后第三就是 所有人的手机 都可以拍很高质量的视频 然后上传到平台上 所以这些条件共同作用 最后就导致了 明明公司出的防灵时期 朋友们 新视频再做了再做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不要催我 谢谢